年輕情侶三門購買顏書機 沒想到事後 卻到業者臉書留言 還給了一顆心 民眾抱怨業者的態度不好 像是欠他們錢一樣 還說不會再來了 要店家語氣改善 但業者也回覆說 因為沒有額外收服務費 要幫忙拿到車上 除非是行動不便人事 但到底當初發生了什麼事 這期消費糾紛 10號晚上的11點多 就發生在高雄古山的嚴肅機店 雖然業者週二公休沒有營業 私下也相當害羞 電話沒接 但鄰居說會被點名 態度跟語氣不好 他們也很意外 詢問其他類似店家 雖然有些業者表示 人會幫忙送到車上 但得看當時人力狀況 以及考量各種因素 如果因此被打了一顆心負貧 確實對店家傷害很大 店家在忙 他如果不等 他直接離開就好 不必要去貧這個一顆心 因為店家這樣真的是很辛苦 雖然你是客人 可是你也不能夠要求店家 做一些超過範圍的事情 我覺得或許是客人 需要去反省自己 就怕一顆心負貧 除了會拉低整體分數 還會留下永久傷害 業者乾脆公布畫面自清 有沒有態度跟語氣不好 就讓大眾自己公平 TVBS新聞來招顯方志成何一信 高雄報導 請支持一個專門報導 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並開啟通知 下鈴鐺 下